在东南亚老温博丁经济特区的第136天日差 今天感冒了,鼻塞加那个啥 昨天晚上12点多就回来了 睡了一觉 但是睡眠很浅,三点就醒了 坐在这边就像这样,醒醒醒 开了个波 5点左右去重庆兄弟饭店那边吃了个早餐 吃完之后也是继续开车波带大家换游换游 逛了一下摩丁,逛到了7点多后面才回来 现在也还在开车波,本来是想睡觉了 好吧,接下来准备出门 还有一个是有个老欧妹说她喜欢吃完饭之后要来找我 正好好到中午,现在出门 我骑着我的小猫驴来到了口岸这边 刚好外面有几个人 现在我来到了我自己的摊位这边 我的合伙人心情的每天都在 在这边工作不是耕作 看他 我又找老王这边,买了一瓶每年打 每天有来都会来喝一瓶 今天的人也不算少,还行吧,勉勉强强 在口岸这边坐了一会儿,偶遇几个网友 挺好的 我辛苦了,相当不错,多多支持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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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换游到了爱上咖啡这里来了 不知道爱的是咖啡还是爱的 反正有事没事就过来做做 说不定你在这边能偶遇到我,对不对 这个老板娘9点多了才吃早餐 我5点就把早餐给吃了 他已经比我玩了整整5个小时了快 开始播又撑一杯免费的咖啡 太不好意思了 最近这几天夜市好像一直在加快的进度 大的赶架都搞得差不多了 估计应该快了 跟拉班来的网友在皇宫小吃这边吃饭 偶遇到的 我本来想着吃个饭就回去休息了 刚刚拉网友到口岸那边去换了2000的脑壁 现在准备拉上他 送他去摩丁站 现在把网友送到了 我准备回去了 还好有准备口罩 不然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尘土飞扬啊 兄弟们 如果讲真的,我确实是挺困的 本来是想强撑着精神 想着吃个饭就去睡觉的 结果吃完了饭 又带网友去口岸放了个钱 然后又强撑着把他送到了摩丁站这边 好在一路顺风 接下来我准备回去 摩丁站远处那边好像有人在那边合照 摩丁是个好地方 好了,现在已经回到家楼上了 看看口罩上面的灰 接下来上楼睡觉 好了,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接下来我准备进房间里面睡个觉 睡醒了再说 睡了一觉醒来 已经是缓上的7点42分了 快8点了 现在肚子饿着还赶着冒 给我出门吃饭 经过一番清洁洗溯折腾之后 好,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接下来要出门吃饭了 现在已经下楼了 但是太冷了 我又重新爬上去 穿了件外套拆下来 我那个老乡 他之前不是在那边有住房吗 应该26号到期 他钥匙交给我了 我准备把他这个钥匙 还给了房东 让他退一下房 我再去吃个饭 刚刚已经把钥匙 拿给几多天的老板了 接下来去吃饭 没错,我又到了这个 皇宫小吃这边来了 点了一份土豆牛腩饭 现在我又到了这边来了 这家伙他不想跟我待一起 他说打二的时候 喜欢跟他的朋友独处 不管怎样 这个凯子先继续担长 后面看看 如果说是一个好点 再靠 这两个家伙拿着我的手机 在路边那边拍照 一会儿这个拍他 一会儿那个拍拍来拍去的 不管怎么样 反正今天的二十万老闭 是已经给出去了 哇靠 差点摔倒 我看看他们两个能拍到什么时候 现在我把电动车放到店里面来充电 接下来到开着这个啥 到外面去直播 溜达了一晚上 现在又溜达到了这个星期天 这边来了 在这边直播一会儿 我顺便跟边上的几位网友 往往聊几句 现在我回到了店里泡茶 我这个电脑太久没开了 DP线有点接触不良 一直无信号 显示器 主机没法正常的把数据传输到显示器 开着两个这样 接下来我可能打算回家直播算了 因为太晚了 大概率也不会有网友来店里做了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准备去睡觉了 明天见 拜拜